來看到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 舉辦二零一七年清涵獎學金 以及返臺暑期實習生計畫 記者會 那麼基金會今年首度 和國立成功大學合辦 返臺暑期實習計畫 將從去年獲得清涵獎學金資助的 三十八位學生當中 零選出五位優秀青年 參加教育部和成大推出的暑假 南臺灣臥虎計畫 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 在洛喬中心舉辦二零一七年清涵獎學金 及返臺暑期實習生計畫記者會 包括駐洛杉磯辦事處處長夏季昌 洛喬中心主任翁貴堂 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創辦人 于崇孝秀 秘書長周政選喬務促進委員 財務長陳黃群彥 喬務促進委員出席 夏季昌處長致辭時表示 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 今年將從三十八位 已獲得清涵獎學金 資助學生中 經過口試臨選五位優秀青年 贊助來回機票與保險時速等 參加教育部和成功大學推出的 暑假南臺灣臥虎計畫 今年非常特別的是 過去這兩年來這三十八位受獎生 我們今年特別有挑了五位的學生 能夠到我們臺灣的臺南的成功大學 還有我們的這個南部的科學園區 能夠有一個實習的計畫 那在成大有一個國際經濟企業研究所 他們有非常多來自海外的外籍生 還有包括東南亞的研究生 那我們這五位學生到臺灣去跟 這個平臺跟我們臺灣本地的學生 還有外籍生還有包括東南亞來的外籍生 能夠有一個交流 第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在這五位受獎生 能夠了解臺灣的現實的狀況 第二個也能夠跟國際學生能夠有更多的交流 那這個對我們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非常非常有幫助 臺美人獎學金基金會由臺美成功企業家及社區領袖共同支持成立 宗旨是協助在美國的臺美青年接受高等教育 受贈對象不必就讀美國一流名校 成績不必特別優秀 只要是臺灣移民低收入家庭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 有經濟需要時基金會將成為他們溫暖的後援力量 今年提供二十個名額 每人補助兩千五百美元 申請截止日期到三月二十九號為止 基本上這個獎學金是要幫助所謂的定義上是美國人的 臺美人因為你本身要有綠卡或是公民 OK所以不是說剛剛從臺灣來的留學生 第二個在定義上是一個很大的價值觀的定義 我的定義是是是背上需求 你需求是經濟上的需求 所以對我來講這是最重要的 余崇孝也呼籲大家一起關心與支持下一代的教育 期盼更多臺商和慈善人士加入捐款行列 臺灣紅利是管仁清美國洛杉磯 採訪報導